欢迎来到是真的吗真假实验室 我们一起来验证话题 最近呢我发现网上有一个传言啊 说挤一下就能够完整的去除虾线 是真的吗 我们知道在烹饪虾的时候 会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但这当中有一个步骤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清除虾线 因为虾线呢它是虾的消化道 有的黑 有的那颜色比较浅 但不管怎么样 非常的糟 且不说吃进去对身体不好 它就算是连着虾一块吃 也影响口感 那针对网上的传言 它说的是挤一下 就能够完整的去除虾线 各位想一想 这可能是真的吗 挤哪 对啊挤哪啊 问得好 怎么挤啊 用多大的劲挤啊 挤什么地方呢 现在是不是没有头绪 没有头绪 从虾头起是不是 确实是从虾头处来做文章 那虾头在这儿啦 那从虾头的哪个位置下手呢 按照网友提供的方法 我们先把虾头向内弯折 但是不要掰断哦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虾头和虾身之间 有了一个大的开口 这个开口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我们挤出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就在这里 大家注意观察 虾头位置 有很明确的 很深颜色的这个部分 这就是虾脑 也就是说我们挤一挤 其实挤的是哪 挤的是虾脑 来轻轻的一二三 你看一个完整的虾脑 就挤出来了 我们不是要抽虾线吗 为什么要挤虾脑呢 原来按网友的说法 玄机在这儿 大家看见了没有 虾脑的后面连着什么 你看这个透明的线 虾线 对了 好 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步骤来了 轻轻的揪住这个虾脑 往外拽 往外拽 你们看 出来了 漂亮 哇 这是真的 一个完整的炸天出来了 好 这里是我的虾 你们看 是完整的对不对 没有被开膛破度 摆盘之后颜值还是再现的 所以实验证明 这个方法真的是可行的 好厉害啊 太棒了 而且很快 看了整个过程之后 有什么感受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妈以前的那个挤都是虾挤 虾挤 虾挤 这个方法以后可以告诉她 嗯 她的效率会更高了 我觉得 学到了一个很实用的 生活小妙招 嗯 我觉得 受益匪浅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上各位观众朋友们 能够学会 这样一个小小的妙招 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效率更加的高 那在这呢 我们也可以得出今天实验的结论了 挤一下就能去除完整的下线 这个说法是 真的